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重要词汇 就是解雇 跟老师大声度下 Fire Fire 来做动词也可以表示开枪开火 也用它 那么开枪是把子弹打出去 解雇是把人扔出去 所以动作类似都可以用一个词 首先这个词呢有一个替换 就是跟它几乎完全一样的词 叫Dismiss 叫解雇 只不过这个Fire来的比较通俗和口语化 Dismiss一般用在书面语的 正式的场合 我们再读一下相关的词 Dismiss Dismiss 这两个词含义一样 搭配也一样 后面加人之后 再加from 从某个职务上把它开除掉了 解雇了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I've just been fired from my job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这个句子比较口语化 说我刚刚呢从工作中被解聘了 我现在不知道干嘛呢 不知道该干嘛了 你看用这个答备叫fire 那么用dismiss比较正式一些 再看一个例子 比方说 she claims she was unfair dismissed from her post 这个句子就比较正式一些了 这个女的声称 她不公平地从她的职位上被解雇了 比dismissed from还顺着搭配 这个post表示职位 岗位 这个意思 注意后面都是跟from这个词来搭配的 那么同样的 在新看见三册也出现了dismissed这个词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在224页第29行到第30行 49个224页第29到第30行 理想的仆人这词说 the poor girl was dismissed instantly instantly就是at once 立即立刻的意思 这个可怜的女孩啊 立刻就被解雇了 就是女仆人呢做了一些 这个醉酒之后做了一些坏事 结果呢立刻就被解雇了 可以用它叫dismissed 这个词用在书面中更多一些 但是解雇相关的词特别多 还有一些类似表达 咱们可以同时看一看 比如说有个大 有张一个表达叫lose one's job 丢掉了工作 在丢饭碗了呗 也是表示丧失工作了 跟他类似 比如说 many people won't complain about pay and conditions because they're terrified of losing their jobs 那么很多人呢 他不会去抱怨 他们的报酬 还有他们的工作条件 为什么呢 因为特别害怕丢掉饭碗 丢掉饭碗 叫lose one's job 可以这么来说 be terrified of 叫对什么什么事情 特别恐怖 特别害怕 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这是丢工作丢饭碗了 还有类似表达 叫lay off 这个结构特别多 咱们在第二课说那个老王下岗了 咱们用过它 叫做时某人下岗 短期解聘 就是你人事关系可能还在 但是你先回家待一段 现在不景气 等厂子景气了 你再回来 叫lay off 比如说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been laid off in the steel industry 在钢铁行业 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呢 现在都下岗了 在这不景气呢 现在都回家去 这个这个这个 但是 它的人事关系可能还在 只不过是短期先回家一段 不景气 下岗了 下岗工人 我们直接用lay off 的过客就好了 注意这个lay 不规则动词 它的这个过去分析形式 是laid lay lay 这个变化 就好了 这是短期解聘 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类似词汇呢 我们叫 因为某个人犯了错误之后 停职查看 现在呢 停职了 不让你工作 但是是查看一段 是这么一个 停职查看 用suspend 我们知道 suspend这个词可以表示 把什么东西吊起来 挂在那 把人先挂在墙上 先过一段 再用停职查看 当然也可以表示 把什么驾照吊销了 也用它 挂在警察叔叔叔墙上的 都是这个用法 我们看例子吧 The two police officers have been suspended until an inquiry is carried out inquiry 就调查了 career是去做吗 去执行吗 这两位警官呢 被停职查看 直到 那么我们开始做调查为止 在调查之前 这两位警官不能工作了 因为他们可能犯了一些错误 调查有结果之前 你是不能够去工作的 suspend 就是停心留止 这个停职查看 还有一个动词 叫depose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般指罢免或废除一个大官啊 什么国王啊 一般用它 尤其是异国的君主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词 depose depose 叫罢免了或废除了某个人职务 同样看例子 King Charlotte I was deposed from the English throne in 1646 在1646年 那么国王查理一世 那么从英国的王位上被罢免了 这个throne可以表示王位 这个宝座的意思 这个depose是罢免一个大官 尤其是国王 这个使失去工作 丢掉饭碗 相关的这表达 可以放在一块记住 非常漂亮 都是五星级的重点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好 我们下面来看另外一个重点词 就是最初 以前 原先 原来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originally 再来一遍 originally 最初 原先怎么样 咱们先看看他的英文解释 他是一个副词 表示 in the beginning before other things happened or before things changed 他说在刚开始的时候 在其他事情发生之前 或者在事情改变 变化之前 最初 原先 刚开始 是怎么样的 咱们看一些例子 the building was originally used as a prison 这个大楼 这个建筑最开始的时候 是当作监狱来用的 后来可能用途产生变化了 但一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监狱 什么来说 再用说 看这个例子 his novels wer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serial form in a magazine 他的这些小说 一开始的时候 或者最初原先 是在一个杂志里边 用连载的形式来出版的 这个in serial form 是用连载的形式 后来呢 结集成了小说 最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 originally 是这么一个词 那么这个副词 在听力考试 也是特别喜欢考到 我们同样的 听当年一道听力真题 一道托福听力真题 咱们看看 应该选哪一个 好 我们再听一遍 同志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这个男人以为 这个 seminar 这个研讨会是怎么样的呢 seminar 是研讨会的意思 咱们看看 abcd应该选哪一个 好 我们看看应该选哪一个呢 正确答案是b选项 it will continue the following week 下星期这个研讨会将会继续 我们看为什么选币 咱们把原文再看一看 Question number 24 The seminar originally scheduled for today has been cancelled Too bad but it's still on for next week isn't it What does the man assume about the seminar 那么你看这个男女对话 第一个女孩说 The seminar originally scheduled for today has been cancelled 这个研讨会seminar 什么研讨会呢 Originally scheduled for today 原来安排在今天的 这个研讨会 这个schedule 当然它的动词原型 去掉这个字母地了 schedule当名词是日程表的意思 那么做动词呢 就安排在日程表里边 就原来被安排在 今天的这个研讨会 Originally scheduled for today 是一个后制定语了 过去分词嘛 然后这个副词 就一开始的时候了 刚开始 被安排在今天 现在已经被取消了 第二个呢 Too bad 哎呀 太遗憾了 真可惜 但是怎么样 but it will still be on for the next week isn't it 但是那么下星期 还会继续 下星期还会继续 是不是这样呢 it will still be on 这on在这 就相当于continue be on 就会继续嘛 it will still continue 这个意思 下周还会继续啊 那么这个男的 对这个研讨会 是怎么认为的呢 当然是 it will continue the following week 下周还会继续 是这个意思 这是刚开始最初 叫做复词 originally 特别重要 咱们可以把这个复词 唠唠唠叭地记住 好 下面再看 跟他类似的一些替换 最初 刚开始的时候 咱们可以用 at the beginning 或at the start 也可以表示 在最初 在刚开始的时候 直接用这个搭配也行 咱们看下例子 比如说 he was nervous at the beginning but she settled down as she got further into her speech 这个女孩子 刚开始呢 她可能在演讲 刚开始 有些紧张 但是呢 随着她慢慢的 这个演讲的 慢慢的深入 就进一步 越讲越多 她平静了下来 settle down 叫安静 或者平静下来 不下来吗 再个down就行了 刚开始的时候 叫at the beginning 或at the start 可以用它 还有一些替换 比如说 我们可以用习语 at first 或者刚从副词 initially 也是最初 原先有这个意思 我们在大声度下 at first 注意第二个 比较正式的表达 initially initially 也是刚开始的时候 最初 叫initially 我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 they offered her the job initially on a temporary basis but later as a full member of the staff 就是他们呢 给这个女孩子 提供了这么一份工作 最初的时候呢 是基于一个 临时性的基础 就是给她临时性的工作 先干两三个月 但是女孩干得不错 后来呢 作为一个员工 一个全职员工 留任了 这个意思 temporary 是临时性的 basis 是基础 是基于临时性的 这么一个工作 后来呢 这个step表示 全职员工嘛 成为员工的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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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正式的 这么一个成员 就最初的时候 是临时工 后来变成了 全职员工 这个意思 那么最初的时候 initially 当然用at first 也可以 好 我们最后看一看 这个originally 它的自根的慢慢自行的变化 首先它的名词形式 当然还有一个类似的词汇 就是to start with to begin with 也可同时计 也是表示最初 刚开始的时候 to start with to begin with 最初 刚开始都是也行 我们还是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even children who are healthy to begin with wouldn't survive long in these terrible conditions 甚至这些儿童 什么儿童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 比较健康的儿童 在这种非常可怕的疾病里面 也不会生存很久的 就最初的时候很健康 但是得了这种可怕的疾病之后 很快可能会死掉 这个to begin with 最初刚开始的时候 用to start with 也行 注意condition 在这种微婉语 condition可以表示 disease 疾病这个意思 好 下面我们看一看 这个originally 它的一些字形变化 我们先看 它最原始的这个名词形式 就是事情的起源 注意发音不要读origin 重音在前面 在美音中 这个字母发啊的声音 大声里面 origin 注意也不能读着origin 后面这个字母 爱发短音 不是e 而是a 所以不是gin 而是gen gen en 这个声音 下来边 origin origin 叫做事情 或者人类 或者宇宙 等等 它的起源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在四册的第五课 新刚才四册第五课 All they seem to me to link them with life and the origins of things 所有这一切看似呢 对我来说 都看似把他们 就年轻人了 跟生命联系起来 与万物之源 联系起来了 事情的起源 用origin这个词 这是第五课 use 青年人 这个them 指青年人的意思 那么再比如说 看另外一个例子 在新刚才四册的第四十三课 四册的四十三课里面 We must conclude from the work of those who have studied the origin of life that given the planet only approximately like our own life is almost certain to start 我们呢 肯定能得出这个结论 从什么呢 从那些研究过生命起源的那些人的工作里边 必然会得出这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conclude 后面那个冰玉重新在这 就是如果呢 一个行星 它们仅仅是跟我们的行星 跟我们的地球比较类似的行星 那么生命几乎一定能够开始 就只要这个行星环境跟地球类似 几乎一定会产生生命 你看生命的起源叫origin of life 这是事物的起源 注意重音 这个重音在前面 然后它的形容词叫最初的 原来的叫original 第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说最初的和原来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original original 这个形容词重音后译了 origin变成original 同样看例子 比如说我们先看这样一个例子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word 这个单词原来的意思 可能后来出现一些派生意 但最初的原来的意思叫original 下面同样我们再看 这个走遍美国 这个美剧中的 这个一个 这个口语教程中的一个片段 把这片段咱们先听一遍 听听大语 这个看看爷爷对他的小孙子 说了这么一段话 该怎么说 at a steward family home on linden street yesterday 在昨天 在linden大街上 那么at a steward 就在他老家里面 这个房子里面 family home 在后面第36课里面 会讲的这个搭配 就某个老家了 就父母亲 住的那个房子里面 怎么样呢 a group of caring Riverdale citizens gathered to plan the refurbishing of the old library 那么有那么一群呢 caring叫有爱心的 关怀别人的 有爱心的 Riverdale的公民呢 这个居民呢 就是聚集到了一块 来规划一下 重新装饰一下 我们这个老的图书馆 refurbish 叫重新装饰 重新的整饰一下 重新装饰一下 这个老的图书馆 然后呢 to transform it into a new community center 我们呢 把这个图书馆变为 彻底改变了 变成个新的社区活动中心 transform 叫彻底改变的意思 大家可能知道 变形金刚 叫transformer 对 这么来说 然后呢 注意后面 出现观念词咯 the original plan by the council was tabled 这个council 就是委员会了 我们这个委员会 最初的计划 被搁置了 这个table 是名词动用 做动词 这叫搁置的意思 被搁置了 为什么 because of lack of funds 因为资金不足 the new plan needs you 新计划 需要你来帮忙 好 咱们已经看完了 我们再听一遍 看能不能再第二遍 想听中文对话一样 听听清清楚楚 明白白白 我们相信大家 大家已经完全看懂了 这个original表示 最初的 原来的 当初的 后来已经改变了 可能 那么我们再注意 original这个词 除了表示最初的 原来的之外 还可以表示 新颖的 有创意的 为什么呢 既然新颖的 有创意的 必须是他第一个提出的 最早他提出 才能叫有创意 别人提出过 就不能叫有创意的了 叫新颖的 有创意的 同样看例子 highly original design 一个非常有创意的 什么一个设计 为什么呢 他第一个想出来的 非常有创意的设计 那么同样的 我们创意 或者独创性 直接可以用original 它名字 叫originality 叫独创性 或者创意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慢慢来 originality 再来面 originality 叫做独创性 或者翻译成创意 就好了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方说 A lot of his designs lack originality 很多他的设计 缺乏创意 就没有什么 这个独创性 跟别人的都差不太多 跟别人学 缺乏创意 叫 lack originality 可以同时记住 再来面说 A young writer of great originality 一个特别有创意的 特别赋予心意的 这么一位年轻的作家 独创了很多艺术风格 写作非常有 这个吸引的东西 就非常有创意的 年轻作家 A young writer of great originality 这个可以跟originality 这个最初原先 这个词同时记住 好 这个词相关词汇比较多 而且重点表达呢 这个类似的短语呢 也特别多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把它记住 这个时候的重点词汇 我们跟老师就先学到这 这种词汇比较多了